Welcome to ITHandyguide 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我們接下來來看這個Tutorial所用到的 Geek Command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講義的位置 你可以點開它這個連結 就可以看到我們這一個Tutorial所用到的所有的Geek Command 首先第一個我們要來討論的是 Git Checkout Kami ID 後面是可以接File and Folder 在我們的課程裡面 我們是設取一個index.html 然後這邊則是設取你一個資料夾 這邊假設我是要復原index.7 那我就是先去搜尋index.7 這個指令需不需要記呢 其實不太需要 因為它可以透過搜尋搜尋的這個功能 就可以搜尋的到 那你接下來就可以找到它的Kami ID 然後接下來你就可以去recover 說你要recover哪一個file 那你也可以recover一個資料夾 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你後面加一個Kami ID加一個file的話 就是要從這個Kami ID去復原這個檔案 那復原完的檔案呢 它會把它放在Stage File裡面 那這個呢 則是使用這個Kami ID去復原這個資料夾 那復原出來的資料夾 也是會放在Stage File裡面 就是會放在Stage Area 在FileStage 在你這邊如果有修改的話 就是底下是OnStage 上面是Stage 它就會放在Stage Area 那接下來就是在這個部分 這個就是一套組合拳了 這個組合拳呢 就是要去復原 所有被 就是復原你被刪除的這個 這個Commit 那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我們會先去刪除掉這個Commit 那這裡的這個Refer 19.1 其實是因為在我們的這個 就是在我們的RefineSkiCommit這裡 RefineSkiCommit 那你可以去搜尋19.1的位置 那這有點久 那你就去搜尋這個19.1 你就按Ctrl-F搜尋19.1的位置 那你就會發現在19.1的這個地方 19.1的這個地方 它其實是在Tutorial 31有交過 那在Tutorial 31的時候呢 我們就交了這個reset 那我們在使用這個reset 還有reset可以刪除掉多個Commit 然後rebase可以刪除掉一個Commit 或是刪除掉多個Commit 但是它是以一個為單位的這樣子 那重點就是說 我們刪除掉的Commit 其實並不是真的刪除 而是變成一個Dagling DaglingCommit 那這個DaglingCommit 什麼叫DaglingCommit DaglingCommit 就是懸空提交 就是沒有Reference的這個提交 那這裡的FSCK呢 就是所謂的Final System Consistency Check 然後Lost Fund呢 就是會找出沒有Reference的Commit 那它找出所有沒有Reference的Commit之後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Commit ID 當我們得到Commit ID之後 我們不確定這個Commit ID 是不是就是我們想要復原的Commit 所以我們需要這個GitReferenceLog 去看它的CommitMessage 那我們透過GitReferenceLog 看完它的CommitMessage之後 接下來我們確定這個CommitMessage 就是我們要的 那我們就可以再透過這個GitShow 然後Commit ID 沒有這個File 就是GitShow 就是這個指令 這個指令就可以看說 這個Commit ID 是不是就是Exactly 是不是就是我們想要復原的Commit 這邊就可以看它這個Commit ID裡面的 這個指信的訊息 然後看完之後 確定就是它了 那我們就可以Merge 好就可以Merge到我們的Current Branch 這樣子 那它底下呢 有一個更詳細的解說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那你使用這個GitReset 來刪除掉Commit的時候 它其實只是刪除掉這些Commit的Reference 那這些被刪除的Commit 它會變成DegglyCommit 那DegglyCommit 它其實是一個沒有連接到任何 ChildCommit Branch Tag 或是其他任何的Reference的Commit 就是一個沒有Reference的Commit 換句話說 這個DegglyCommit 它是在DogitObject裡面 它是在這個資料夾底下 它是沒有任何的Reference 那所以你在GitLog裡面 是看不到DegglyCommit 那這時候我們需要的是 GitFSCK LossFund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這樣的一個指令呢 去列出 去列出所有的DegglyCommit 它會列出所有的DegglyCommit 好 那這個FSCK呢 它Stand for File System Consistency Check 然後那這裡呢 它會顯示出所有沒有Reference的Commit 也就是所謂的DegglyCommit 那這些DegglyCommit 之所以會顯示的出來 是因為它們都是GitObject 它們都存分在這個資料夾底下 然後那這個LossFund呢 這個keyword 這個option就是用來顯示出所有的DegglyCommit 那你可不可以直打 GitFSCK是可以的 如果你今天直打GitFSCK的話 其實它的意義不大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意義真的不大 它就這樣子而已 可是如果你今天打的是 FCK然後LossFund的話 這樣子的話 意義就比較 就比較有意義了 等一下喔 給你看一下 它就會顯示出所有被刪除的這個GitCommit 那它現在已經 現在沒有任何GitCommit 對不起 現在沒有任何的Commit 是被刪除的 因為我已經復原回來了 所以沒有任何的被刪除的Commit 好 那我這邊呢 應該要從上面找一個圖片給你看一下 就是剛才用的這一個圖片 在這裡 它是在下面的這一個地方 這個 這是DeleteFile 不好意思太上面了 對 就是 嗯 等一下喔 對對對 找到了 就這裡 我把這一整坨Copy一下 好 這個只是暫時Copy了 等一下就會把它刪掉 就是 GitFSCKLossFund 它會列出所有 它會列出所有 所有的DeleteCopy 那它現在 在剛才我在跑的時候 它其實只有一個DeleteCopy 所以它就會列出它的CopyID 但是這裡的CopyID 是一個FullCopyID 是一個小腕子 那接下來我再透過 Gitreflog 你可以看到它並沒有顯示出任何的CopyMessage 所以當我看到這邊有一個DeleteCopy 或是這邊有多個DeleteCopy 那我就要去稍微猜 可能是第一個 可能是第二個 可能是第三個 但是 越後面發生的會排得越上面 越後面發生的會排得越上面 好那我今天找到這個CopyID 那我就取前面的7碼 前面7個東西 然後把它去找一下對照 這個就是對照到這裡來 然後發現這是它的CopyMessage 那我現在看到它CopyMessage之後 那我就覺得說很有可能 這個就是我想要復原的 那我就是在用GitShow的方式 去看這一個CopyID裡面 有哪一些修改 那我確認這個修改就是我要的 之後呢 我就可以透過GitMerge的方式 把它Merge回來 那這個就可以復原它的Copy 那復原Copy的時候呢 這時候它就會打開這一個視窗 這個視窗就會有一個 這個MergeCommit這樣子 那最後呢 合併網回來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這是你恢復的 然後這是你合併的MergeCommit 好 那 那 這邊呢 它的解說呢 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 嗯 這個REFlog呢 為什麼會用到這個REFlog 是因為 我們GitFSCK的LossFinder 它其實提供的訊息非常有限 它不會顯示它的CommitMessage 剛才你也看到它不會顯示它的CommitMessage 所以我們今天需要使用這個GitReferenceLog呢 去看它的Commit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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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GitReferenceLog呢 它會顯示有和沒有Reference的Commit 意思是說它會顯示全部的Commit 不管它有沒有Reference 它都會顯示出來 那包括所有的Deggly卡密 還有它的CommitMessage 都可以顯示出來 這裡的REFlog就是ReferenceLog 參考日誌的縮寫 那它下面就是更仔細的解說 就是 最近 就是最後發生的那幾個Commit 還有它們的Deggly卡密 都會在最上方 都會在ReferenceLog的最上方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刪除了任何一個Commit 如果你不小心刪除了任何一個Commit 那你要盡快的去執行GitReferenceLog 那這樣子的話它就會顯示在最上方 那如果你沒有馬上執行ReferenceLog的話 那你的Deggly卡密呢 就不會在最上方 這時候你要去尋找你的Deggly卡密 就會非常非常的困難 因為你會假設你今天 像我現在只有一個Deggly卡密 如果我今天有好幾個Deggly卡密 那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復原哪一個Deggly卡密 那就會一個一個去找 就會真的真的非常的麻煩 因為我們在GitLog裡面看不到 我們在GitLog裡面看不到 所以我們在收訊裡面也看不到 所以我們就要透過這幾個指令 一個一個去找 非常非常的困難 所以這邊要再三的強調 如果你有任何一個Commit 是你不小心刪除的 那你要盡快盡快去 跑這幾個Deggly卡密 然後去把它找出來然後復原 不然的話越到後面會越困難去尋找你想要復原的Commit 那接下來就是GitShot 那GitShot就是當我們今天使用這個指令 還有GitReferenceLog之後 那我們覺得說這個CommitID就是我們想要復原的 那我們再透過這個GitShot 還有這個CommitID去看看這個Commit 到底做了哪一些修改 就像這個樣子 我們去看看這個Commit到底做了哪一些修改 這個就是這樣的修改 那我就發現說它就是我要的 那最後我就可以使用GitMerge的方式 把這個Deggly卡密 Merge到目前的分值 就是目前的localbranch 這樣子 那整個呢 的過程呢 大概就這樣子 這是一套組合拳 先跑這個GitFS CKLostFont 然後再跑GitReferenceLog 然後再GitShot 這三個 透過這三個指令 確認那個CommitID 確認完畢之後就是復原這個CommitID 那上面的這一個呢 也是一套組合拳 你先透過Soulstreet的search 先透過Soulstreet的search 去尋找你想要Recover的那個file 你尋找到你想要Recover的file之後呢 接下來你再去Recover回來 就這樣子而已 那這裡呢 這邊你多教大家一個小技巧 比如說我現在 我想要看說 這個3A38069它到底有什麼 那我現在呢 就是Copy它的 欸它可以CopyShot1 OK那我Copy一下ShotA 然後看一下它Copy出什麼 它Copy出來 其實可以Copy出來 那你就去1 2 3 4 5 6 7 然後這邊Copy 去History這邊 然後JumpTo 然後給它Commit 然後給它Shot值 然後按OK它就掉到這邊來了 所以你可以先透過Search這裡 然後接下來就是按右鍵 然後Copy它的Shot1值 Copy完之後呢 接下來再去History這裡 JumpTo 然後CopyID給它 就可以跳過去了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你就可以找出說 欸在這個裡面呢 它做了這些修改 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可以透過 當然你也可以在 Create一個新的Worktree 然後新的Worktree裡面 你可以去Checkout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看它到底發生什麼事 應該也不是Worktree 像現在這個情形 其實你是可以直接Checkout過去 因為你沒有任何的修改 所以你可以直接Checkout過去 你可以Checkout過去 然後看一下它這裡面 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你可以再Checkout回來 Checkout回Master 這樣都可以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 Checkout的方式去看說 它到底裡面有哪些修改 好 那整個這一個部分呢 就講到這裡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good day